第661章一巴掌拍死 脚背 你叫老夫什么 丹臣子文言 面色也瞬间沉了下来 身为炼丹协会的副会长 本身又是超越玄天级的炼丹师 丹臣子还是第一次 被人叫做老匹夫 尤其还是 当众一群人的面 被人叫做老匹夫 脚子 你口无遮拦 以下饭上 连丹臣子前辈都敢冒犯 是不是因为 你只获得第二名 所以不服气 一直沉默不语的丹一子 突然从角落 朝云青年走了过来 丹一子身段修长 气度翩翩 尽管脸上戴着面具 但还是能一下子 就让人感觉到 丹一子是一个美男子 丹一子一边迈着步伐 一边自顾自的说道 你同时炼制出两枚人王丹 又同时冒有彩虹丹云 确实很厉害 哪怕是我 炼制人王丹 都做不到你这个程度 但人王丹 终究只是人王丹 哪怕数量有两枚 哪怕都是彩虹丹云 都改变不了 它们是人王丹的事实 而整个天星大陆 谁人不知 人王丹只是玄天极下品的丹药 丹一子 这番话的意思很明显 云青年会骂丹臣子老匹夫 是因为云青年只获得第二名 所以才恼羞成怒 接着 丹一子 又当着所有人面 告诉云青年 人王丹只是人王丹 哪怕数量有两枚 哪怕有彩虹丹云 都改变不了 它们不如一枚生鲜丹的事实 生鲜丹 玄天极上品 绝佳品质 滚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云青年心里 正憋着一股火气 已经打算对丹臣子出手 丹一子这时候跳出来 云青年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 你 你说什么 丹一子闻言 先是不敢相信 而后 不由字幕与裂地指着云青年 我让你滚 云青年俯动袖子 一个照面 就将丹一子卷飞出去 你 你死定了 不仅言辞冒犯我 还敢偷袭我 丹一子从地上爬起来后 便气急败坏地叫道 朱得 丹一子出手了 携带着人王进铺天盖地的威压 杀向了云青年 让你滚 你不滚 那就去死吧 云青年看都不看丹一子 一只手掌横拍出去 轰猛龙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随之响起 整天大地 都出现了剧烈震动 娇烟过后 地面出现了一道五指掌印 丹一子整个人 已经化作肉迷 贴在了五指掌印的地坑里面 看到这一幕的人 无不倒抽了一口凉气 丹一子可是这一届单道第一名 同时也是人王进武者 此时却被云青年一个巴掌拍成了肉迷 红袍面俱男看起来人畜无害 没想到这么凶残 一个照面就将一个人王拍成肉迷 红袍面俱男是什么修为 不过红袍面俱男就算在凶残 修为在高深 他都完蛋了 别说半步人王的丹臣子不会放过他 就连百院大赛的执法队都不会轻饶他 百院大赛的执法队 由参赛的学院 每一个学院派出的人马组成 主要是作用 是用来维护百院大赛的秩序 与此同时 如果有出现裁判不公的情况 学员也可以找执法队投诉 揍揍揍揍揍 一连串的破空声响起 丹义子才刚死亡 丹臣子还没来得及出手 人群之中 天空之上 便同时飞来了三十多人 这三十多人 身上都穿着金色铠甲 铠甲前面 还有一场醒目的执法二字 这三十多人 修为最低的 都是人王 修为最高的三个 更都是半步人王 让云青年颇为意外的是 这三个半步人王里面 其中一人 居然是天窜学院的白泽 云前辈 白泽出现后 第一时间就传音给云青年 由于白泽 一直想拜云青年为师 因此对他的称呼 就变成了云前辈 云青年微微点头 承认了身份 恩 此的人是丹义子 另外两个半步人王 有一人 直接审下了梅玉 这个半步人王叫肖腾 是永恒圣愿的人 对云青年议长拍死的丹义子 就是代表永恒圣愿 参加单道比赛 焦腾 你既然来了 那么这件事 我希望永恒圣愿 能给老夫一个满意的交代 丹臣子面色极其难看的说道 丹义子 可不是永恒圣愿的学员 而是他练丹协会的人 丹义子这次参加百院大赛的 丹道比赛 是因为永恒圣愿耗了人情 跟练丹协会借了丹义子 丹兄放心 等我了解完事情始末 会给你一个满意交代 焦腾说道 而后转头看向永恒圣愿的一个参赛者 陈忠 你过来 把刚才的经过 原原本本说一遍 陈忠过来后 便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字不漏说了一遍 只不过 陈忠的陈素 却对云青年极为不利 陈忠的陈素中 云青年因为只获得第二名 所以不服气出言骂丹 陈子是老匹夫 丹义子因为看不过去 出面教育云青年 谁知云青年恼羞成怒之下 动手杀了丹义子 严格来说 陈忠没有说谎 表面的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陈忠刚才说的 可都是事实 肖腾听完后 便沉着脸看向云青年 基本都是事实 不过 既然是事实 那就不用不过了 肖腾直接打断了云青年的话 白泽 他是你天窜学院的参赛者 我现在要以百院大赛执法队的法规处死他 你可有疑义 肖腾又看向白泽道 不必处死他 你只要废了他修为 把他交给我处置便可 肖腾明明是询问白泽 但丹臣子却抢过话提到 丹臣子的目的是从云青年身上 得到阵天三阵在内的两种炼丹记忆 而非直接杀了云青年 当然 等丹臣子从云青年身上 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后 杀不杀就令当别论了 丹臣子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让你主动说出 我刚才炼制的人亡般的品级 云青年乃着性子道 第662章得寸进尺 没完没了 恩 云青年这话 顿时引起不少人的兴趣 莫非红袍面具男刚才炼制的人亡般 不只是玄天级夏品 肖腾没说话 但白泽跟另一个执法队的半部人皇 都把目光看向丹臣子 尤其是白泽 目光已经不是询问 而是直接弥漫着硝烟 好似丹臣子的回答 如果不能让他满意 他就会立马出手似的 人王丹的品级 哼 整个天心大陆 谁不知道人王丹是玄天级夏品的丹药 丹臣子冷冷地哼声道 云青年眉宇一晨 丹臣子果然为心说他炼制的人王丹 是玄天级夏品的丹药 你既然眼瞎 那就把我刚才炼制的两眉血色人王丹 拿出来让大家品鉴一下 云青年又审声道 脚背 你什么意思 丹臣子猛地抱和一生 一副愤怒无比的样子 你炼制的人王丹 什么时候跑到老夫手中了 怎么 杀了丹一子以后 连老夫都想栽赃嫁祸吗 丹臣子抱和完毕 又看向萧腾 萧腾 别再废话了 马上废了他修为 让老夫带回炼丹鞋会发落 慢着 白泽突然出手 带着偷袭的兴致 一个照面 便禁锢住丹臣子一只手臂 白泽用力向后一掰 只听咔嚓一声 丹臣子这只手臂 出现鼓掠的声音 还不等丹臣子发出惨叫 白泽便迅速夺过丹臣子手中的两枚血色丹药 白泽取到这两枚丹药后 便高高举起 让在场所有人看到 丹臣子 你说说这两枚丹药是什么 这是红袍面具难说的血色人王丹 好浓烈的单位 隔着这么远 都能清楚闻到 只是奇怪了 人王丹怎么会是血色的 围观人群只是看热闹 但执法队的人 却第一时间去感应丹药的等级 焦藤面色微微一变 他感觉到 这两枚血色人王丹 都是玄天极上品 绝佳品质的人王丹 另一个半步人皇 感应到丹药等级后 便愈怒地看向丹臣子 好你个丹臣子 身为炼丹协会的副会长 居然鱼目混珠 将玄天极上品的丹药 说成玄天极下品的丹药 白泽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偷袭老夫 你就不怕引起 炼丹协会跟天窜学院的战争吗 丹臣子先是恼羞成怒地 呵斥白泽 而后 又看向问泽他的半步人皇 说道 秦仲兄 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要说一句 这两枚血色人王丹 是我丹臣子炼制的 被称为秦仲兄的半步人皇 文言后 轻哼一声 显然是不相信丹臣子的话 秦仲看向云青年 目光颇为和善道 小兄弟 你能否证明 这两枚人王丹是你炼制的 秦仲说得不错 小辈 你如何能证明 他们是你炼制的 乔腾也紧接着开口 只不过两人问话的姿态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秦仲是真用询问的口吻 且称呼云青年为小兄弟 乔腾的姿态 更像是拷问 直呼云青年为小辈 你态度还不错 我给你一个面子 免为其难证明一下好了 云青年看都不看肖腾一眼 而是招琴重点了点头 而后 云青年走向白泽 从白泽手里 接过了他炼制的两枚血色人王丹 只见云青年又长 竖得浮现一朵火焰 随着火焰接触到丹药 两枚血色人王丹 瞬间都浮现出彩红色的丹云 这样能证明了吗 云青年此前丹成的时候 在场所有眼睛 都看到了两道彩虹丹云 现在 云青年又让这两枚血色人王丹 重现彩虹丹云 足以证明 这是他炼制的 丹臣子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秦仲冷冷地看向丹臣子 白泽虽然没说话 但却用杀机盎然的目光盯着丹臣子 咳咳 这 这是误会 老夫一下子忘了 这 这却是天窜学院小辈炼制出来的丹药 丹臣子一脸尴尬 但还是厚着脸皮 为自己说了一个鬼都不信的理由 既然丹药 确实是天窜学院小辈炼制出来的 那么这一届百院大赛 丹到第一名 就交给这个小辈好了 敲腾开口说道 只不过 他这席话 看似将第一名交给云青年 却没有一句 关于问责丹臣子的意思 对对 老夫现在就宣布 由天窜学院这个小辈 获得这一届丹到总决赛的第一名 丹臣子说着 立马就宣布道 老夫丹臣子 以这一届丹到总决赛的裁判名义宣布 将由天窜学院的红袍面具男 获得这一届丹到魁首 此时人群 对丹臣子一片鄙夷夷 不少人 都在自己脑海里面 将事情联想了一遍 丹臣子 丹义子 两人又都认识 我可算是明白 丹臣子此前 为何说红袍面具男练制的人王丹是玄天极下品了 黑木败 把第一名留给自家的小辈 还以为练丹协会多高尚呢 原来他们的副会长 就是这种货色 丹臣子听到四周的议论 羞怒异常 他知道 今天之后 他的名声要臭了 甚至连带着 连练丹协会的名声 都会受到影响 小辈 丹到第一名已经给你了 你现在是不是该给我们执法队一个交代了 肖腾又悠悠地看向云青年 交代 什么交代 云青年问道 还敢狡辩 肖腾梅雨一尘 半步人黄的气势 突然铺天盖地地席卷出来 一股脑压向云青年 尽管是出有因 但你终究还是杀了丹义子 我肖腾 身为执法队的队长 自当有义务将你拿下 交给练丹协会发落 丹臣子听到这些话 脸上连忙出现喜色 他正愁回去后 如何跟练丹协会的会长交代 如果能带着红袍面具男回去 那么他不仅无过 还会有大功 别的不说 丹丹是红袍面具男所施展的阵天三阵 价值就远远超过丹义子的性命 以及练丹协会的声誉了 第663章之首破剑阵 肖腾也有他的盘算 丹义子是永恒圣院 花费人情从练丹协会借来的人 永恒圣院原本的打算 是想通过丹义子 获得这次丹道的第一名 现在丹义子死在丹道比赛上 练丹协会肯定不会罢休 不仅不会放过红袍面具男 就连永恒圣院的责任都会追究 永恒圣院极有可能 要为丹义子的死付出一笔不菲的赔偿 可如果拿下红袍面具男 将他交由炼丹协会发落 炼丹协会的怒火 就会全部转向红袍面具男 永恒圣院哪怕还要赔偿 也不至于大出血 云青年的耐心 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磨磨了 肖腾这时候 对着旁边的执法队成员说道 你们两个上去把他拿下 我看谁敢白泽爆喝一声 直接闪到了云青年面前 肖腾你也说了 这位小兄弟杀丹一子是失出有因 凭什么还要拿下他 群众也一个飞身 直接出现在云青年面前 白泽给我让开 云青年审声道 这白泽似乎知道云青年要做什么 不由出现为难之色 让开云青年直接喝赤 赤试我这就让开 白泽知道云青年真的火了 不敢再阻止 连忙闪开 前辈也请你让开 云青年又对着秦仲说道 小兄弟你放心吧 有我在 没人动得了你 秦仲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秦仲兄你就让开吧 白泽又走过来 把秦仲拉走了 你还算是实物 肖腾满意的看了云青年一眼 说道我肖腾要拿你 秦仲拦不住 白泽更拦不住 肖腾声音落下后 受他命令 上前捉拿云青年的两个人亡 已经来到了云青年身前 他们刚有所动作 云青年身上 便爆破出恐怖气势 空 空 一连两声 直接将这两个人亡阵飞出去 口吐大雪 受了重伤 脚背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对执法队的人出手 肖腾两眼喷火 爆喝一声后 便猛的出手抓向云青年 只是出手吗 我连你都打算杀了 云青年冷哼一声 身影也掠了出去 一手握拳 轰在了肖腾抓向他的大手上 轰猛龙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响起 两道攻击碰撞产生的冲击波 就如陨石坠向大海产生的巨大涟漪 瞬间席卷向四面八方 超过万人 受到这股冲击波一向 身影通通被震飞 人群中一片人仰马翻 咔嚓 几乎是同一时间 肖腾的手臂 出现了骨头的声响 肖腾出手抓向云青年的那只手 整条手臂都废了 所有骨头 血脉 都被震得粉碎 啊 肖腾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响起 在场的人里面 除了白泽 诸如秦仲 单臣子 以及围观的所有人 全部都杀住了 他们怎么都不敢相信 红袍面具男的战斗力 会恐怖到如此地步 连 连半部人黄的肖腾 都在一个照面 被他震碎了一条手臂 小畜生 我饶不了你 肖腾惨叫过后 猛的又爆和一声 从空间戒指里面 取出了18柄一米左右的短剑 罗刹见证 肖腾爆和一声 同时将18柄短剑甩飞出去 这些短剑 速度之快 一个照面 便都插入地面 围成一个圆 将云青年困在了里面 踪踪踪 猛的 这18柄短剑 都爆发出冲天剑气 如暴力的洪荒猛兽 全部轰向云青年 罗 罗刹剑阵 看到这个剑阵后 四周不少人色变 罗刹剑阵可是永恒皇室 独有的沙阵 在整个永恒帝国 都是赫赫有名 人亡与人亡之间的厮杀 半部人黄与半部人黄之间的厮杀 人黄与人黄之间的厮杀 几乎都不可能 要得了对方的性命 可永恒皇室的人 却凭借这个剑阵 轰杀过无数同级别的武者 就拿眼前的肖腾来说 他就曾依仗罗刹剑阵 轰杀过好几个同级别的半部人黄 原本只是怕云青年将事情闹得太大的白泽 在这一刻 突然变成担忧云青年出事 白泽不敢再有迟疑 连忙拿出传信御时 通知尼菩萨 院长 大 大事不好了 云青年已经赶回来了 但 但现在 却被肖腾用罗刹剑阵困住了 云道友赶回来了 尼菩萨听到白泽的传信后 语气出现几分喜意 而后 便传音说道 区区罗刹剑阵 奈何不了云道友 尼菩萨说完 便挂掉了传信御时 留下白泽 一脸愣神帝对着传信御时 院长说罗刹剑阵奈何不了云前辈 这怎么可能 尽重难以置信的声音 猛的在白泽的耳边响起 白泽终于回过神来 他目光再次看向云青年时 也看到了让他感到难以置信的一幕 罗刹剑阵之中 云青年提表 浮现一道防护罩 挡下了无数剑气的轰击 而后 云青年满是不在意地说道 小小罗刹剑阵 也妄图对付我 话落 云青年一只大手 横扫出去 轰轰轰轰轰轰轰 一连串的轰鸣声响起 骁腾用来布置罗刹剑阵的短剑 每一柄都是玄天极夏品的法宝 但现在 在云青年大手的横扫之下 这些短剑 就如土鸡娃狗 白菜豆腐 一个照面就全部断裂 扑 罗刹剑阵被破掉的瞬间 骁腾口中 直接喷出一口大雪 作为布阵之人 骁腾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反噬 这手破剑阵 你 你是人皇 骁腾充满恐惧地看着云青年 如果我是人皇 早就第一时间 他灭你们永恒皇室了 云青年直视着骁腾 说道 当然 就算我不是人皇 也能像拍死楼翼一般 一巴掌将你拍死 云青年话落 一巴掌拍了过去 随着响彻天地的风鸣声响起 半部人皇骁腾 直接被云青年一把拍成了肉迷 静 此静 所有人在这一刻 都止住呼吸 止住心跳地看着这一幕 第664章 海胆威胁 拍死 对于绝大多数的生灵而言 人亡便已经是高高在上 让他们为之仰望的存在 半部人皇 更是让他们遥不可及 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而现在 红袍面具男 却当着他们所有人的面 一巴掌拍死了一个 让他们遥不可及的半部人皇 这一幕 带给他们的冲击感 何止是震撼 简直都要颠覆他们的三观了 要知道 半部人皇可不是什么 阿猫阿狗 红袍面具男却用一巴掌 直接拍死 执法队的成员 此时在看向云青年 无不感到头皮炸裂 毛骨悚然 假意识的 他们都往白泽跟秦众的身后靠去 连半部人皇的肖腾 都被云青年一巴掌拍死 如果云青年对他们出手 他们更是白死无生 让执法队成员 都松一口气的是 云青年似乎并不是杀 或者说 云青年给白泽跟秦众面子 并未对他们出手 云青年拍死肖腾后 便转头看向单臣子 单臣子 你没忘记我们之前的约定吧 约定 什么约定 我警告你 我 我是练单协会的人 你如果敢乱来 练单协会是不会放过你的 单臣子深吸一口气 只觉得胆战心惊 身子更是下意识地后退了好几步 云青年探手一抓 直接从人群中 抓取了一个青年过来 你来说说 我跟单臣子有什么约定 云青年抓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这一次单道大赛 斩获第二名 不对 现在应该是第三名的李道奎 云青年虽然没将李道奎 这种小角色放在眼中 但也不会忘记李道奎此前出演几对他 且把他比喻成了跳梁小丑 你 你 你跟单 单 单臣子的约 约定是李道奎被云青年抓过后来 就差没直接被吓死 根本说不出完整的一句话 整个人从内到外 都被恐惧覆盖 李道奎可忘不了 自己此前几对过云青年 讥讽云青年是跳梁小丑 届时到云青年的强大后 李道奎毁得半死 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巴掌 怎么就这么不长眼 连红袍面具男这么凶残的主都敢招惹 连话都说不清楚 留你这种人活着 只会浪费粮食 别 我 我说得清楚 请您别杀我 李道奎吓得大喊 您跟单臣子约定是 如果你能炼制出超过生鲜丹的丹药 就 就能镇压单臣子 李道奎虽然还是有些吞吐 但这一次却完整说出了云青年跟单臣子的约定 连一个局外人都知道我们的约定 单臣子 你还打算装失忆吗 云青年将李道奎丢回人群后 又看向单臣子道 这 这只是我们的意识企划 做 做不得真 单臣子抽了一口冷气道 你做不得真 可我当真了啊 云青年说话的时候 已经外部走向单臣子 对于单臣子 云青年是动了必杀的念头 敢一而再再而三 烙烦他云青年的人 还没有哪一个 现在还安然的活在世间 小 小背 你 你务必要冷静 我 我是练单协会的副会长 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练单协会是不会放过你的 就算你自己不怕 你 你也该为你自己的家人朋友着想 单臣子一边后退 一边用半威胁 半妥协的口吻说道 准货 都这时候了 还想着威胁我 云青年终于好光耐心 直接出手抓向了单臣子 单臣子见云青年出手 也咬紧牙关 硬着头皮迎向云青年的攻击 只是他的攻击 还未碰到云青年之际 云青年的一只大手 便已经扼住了他的喉咙 连永恒皇室的肖腾我都敢杀 你这个练单协会的副会长又算什么东西 云青年冷笑一声 而后往单臣子体内 注入一枚某种 重新将某种绝出后 便在众目睽睽之下 一把轰爆了单臣子的肉身 人群再次死寂无声 包括白泽 勤众在内 都吞咽着唾沫 说不出一句话 强悍如斯的半步人黄 今日却一连两个 死在了云青年的手中 天窜学院 什么时候出现这么恐怖的学员了 久久之后 群众第一个回过神道 此季的人群 也逐渐恢复动静 直至人群全部沸腾 空袍面具男太恐怖了 不仅一连炼制出两枚玄天级上品 绝佳品质的人王丹 获得这一届百院大赛的单到第一名 更 更是接连斩杀两个半步人黄 空袍面具男这是要逆天啊 撇开他是单到第一人不谈 单凭他现在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只怕放在百院大赛的五道比拼上 都能机会问鼎前十强 甚至是前五强 果然是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 百院大赛上一直垫底的天窜学院 这一届有望凭借红袍面具男闲鱼翻身 奇怪了 红袍面具男这么强大 在场就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吗 天窜学院的学员 没几个出名的关于红袍面具男的具体身份 一时半会内还真调查不出 不只是围观的人群好奇云青年的身份 就连半步人黄的群众都忍不住走到云青年跟前 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在下群众是临见学院的院长 不知小兄弟能否告知名会 云青年对群众印象不错 且他的身份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当下就说道天窜学院云青年 云青年 秦众翻动记忆 最终微微摇头 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云 小兄弟放心 我秦众绝不会泄露你的身份 秦众又连忙说道 他本想称呼云青年为云兄 奈何云青年实在年轻 云兄怎么也说不出口 临时又变成云小兄弟 名字而已 不存在泄不泄露的说法 云青年但笑道 他是真的无所谓 他戴面具的目的 不是为了隐藏身份 而是因为 面具里面 封存着魔杀女一记攻击 若是遇到针对云青年的人皇 可以释放这记攻击轰杀对方 第665章提前给云青年封魔碑 云前辈 院长传讯说 让你现在就去找他 这里的善后 院长会派人解决 白泽开口说道 云青年微微点头 他也正想去找尼菩萨 我就先告辞了 后会有期 云青年招秦众抱拳告辞 后会有期 秦众也抱拳道 云青年跟白泽 身影破空而上 往尼菩萨的府邸方向 急飞而去 途中 魔杀女突然出现 直接了吓了白泽一跳 能无声无息出现在 他面前出现 也唯有人皇静的 至强者才能做到 云帝 魔杀女出现后 先朝云青年微微行礼 他 他在向云前背行礼 白泽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 随我走吧 带你去见一见尼菩萨 云青年对魔杀女说道 是 云帝 魔杀女领命道 十多分钟后 三人便飞到了尼菩萨的府邸上空 云青年懒得放出神识 反正他的神识 也发现不了尼菩萨 云青年直接往府邸中心的一处大殿飞去 云青年几次见尼菩萨 都在这个大殿这次应该也不例外 果不其然 云青年来到了大殿的时候 就看到了闭目静坐的尼菩萨 云道友 恭喜你安然归来 尼菩萨睁开眼睛 一脸淡笑的看向云青年 同喜同喜 你也马上就能回到那个地方了 云青年耸了耸肩说道 马上就能回去 尼菩萨眼中浮现疑惑 我马上就要为天窜学院 赢得百院大赛所有第一 你自然是马上就能回去 云青年怂怂肩道 尼菩萨无奈一笑 原来云青年是这意思 好了 不开玩笑了 我给道友引见一个人 云青年说着 便是以摩杀女走出来 站在了尼菩萨面前 鬼谷子 尼菩萨不由意外 他居然在自己府上 见到了鬼谷子 拜见师叔 摩杀女朝尼菩萨 行了一个晚辈礼 摩杀女在天心大陆的名字 是鬼谷子 由他师孙张之洞所取 而张之洞 又是尼菩萨的师弟 因此摩杀女 对尼菩萨的称呼是师叔 尼菩萨身上 毫无预兆地散发出大道气息 他两只眸中 浮现出罗列的星辰图案 密密麻麻 看起来就如同一幅八卦图 尼菩萨在施展窜命之术 片刻后 尼菩萨重新看向摩杀女 原来师侄也加入了 为杀云道友的行动 机禀师伯 我已经效忠于云帝了 摩杀女说道 说到效忠云帝的时候 眼中不仅没有半点屈辱 还浮现出掩盖不住的荣幸 对于仙界生灵而言 能效忠于云青年 确实是莫大的荣耀 恭喜师侄 此举 善哉 尼菩萨先是意外 而后便恭贺鬼谷子道 尼菩萨知道云青年 非持中物 鬼谷子能效忠云青年 对他而言 是一番继郁 不过师侄 你这次出来 是代表你自己 还是代表那里 尼菩萨悠悠地问道 一半是我自己 还有一半是得到师尊的命令 摩杀女说道 这么说 那里 已经决定出世了 尼菩萨又问 圣地现在分成了三个阵营 出张出世的一个阵营 主张继续隐世的一个阵营 还有一个中立的阵营 摩杀女说道 我师尊代表的是 主张继续隐世的阵营 只不过 现在在阵地里面 主张出世的阵营占据了上风 因为圣主也主张出世 你师尊既然主张隐世 为何又让你出来 尼菩萨问道 因为代表主张出世阵营的第二圣子 已经出世了 摩杀女说道 圣子是天心圣地的圣主之子 第二圣子 则是圣主排行第二的子嗣 我师尊让我出来 是想让我打探一下 第二圣子在外界都做了什么 只可惜 我从圣地出来这三个月内 始终没打听到半点 关于第二圣子的消息 尼菩萨听完 陷入了一阵沉默 半多分钟后 尼菩萨重新看向云青年 手指上戴着的空间戒指 突然飞出了一念石碑 石碑为灰白色 刻着密密麻麻的上古符文 在诸多符文中央 有一个大大的阵字 石碑散发着荒芜 哭泣的气息 可以一下子让人感觉到 它存在的年代久远 源自于上古时代 云青年一眼就认出 这正是他做梦都想得到的第三块封魔碑 封魔碑一共八块 每一块封魔碑上 都有不同的字 比如云青年得到的第一块 第二块封魔碑 就分别刻着前跟坤 第三块 第四块 第五块 直至第八块 上面的刻字 分别是正 迅 坎 离 更 对 其中 前为天 坤为地 正为雷 骏为风 坎为水 离为火 更为山 对为泽 云青年认出第三块封魔碑的同时 心里也在疑惑 尼菩萨为何突然把他拿出来 以云青年的对尼菩萨的了解 在自己帮天窜学院获得百院大赛的所有第一之前 尼菩萨不可能会提前将第三块封魔碑交给他 既然不会提前交给他 为何现在又把他拿了出来 云道友 想必你已经认出 这就是第三块封魔碑 接下来的正道 七道比拼 只要你都得到第一 老夫就提前将第三块封魔碑交给你 尼菩萨看着云青年 眼中闪过一道凝重道 你决定把他提前交给我 云青年不由意外 这可不像他认知中 喜欢拿因果说式的尼菩萨 若不提前给你 五道根篡命之术的比赛 你不会有半点胜算 甚至 还可能会有性命之忧 尼菩萨略带苦笑道 圣地那边 既然提前出世 那么他们就一定不会允许 天窜学院获得百院大赛的所有第一 为什么不允许 云青年问道 因为天窜学院一旦获得百院大赛的所有第一 就代表着 我尼菩萨将重返圣地 尼菩萨眼中 罕见地闪过一道冷芒 云道友 能否先请你暂避一下 我想私下问师指几个问题 尼菩萨突然又说道 第666章摩杀你的不对劲 没问题 云青年也干脆 应了一声后 便踏出了大殿 云青年心情不错 按照尼菩萨说的 只要接下来震道根气道的比赛 他都能得到第一名 尼菩萨就会把第三块风魔碑交给他 借助风魔碑 踏入人王境以后 我就能借助现有的某种 一鼓作气真治人皇境 云青年心里嘀咕一声 他说的是一鼓作气真治人皇境 而非半部人皇 云青年自信 到时候绝对可以 毕竟灵罗界里面 可是装着三枚人皇境某种 数百枚半部人皇的某种 麒麟 这段时间你再忍一忍 到时候 我为你探灭永恒皇室 云青年眼中 又闪过了盎然的杀机 而后 云青年心里 又想到了李染竹 根据尼菩萨所说 李染竹就在那个地方 而云青年现在已经知道 那个地方 就是天心圣地 从大殿离开后 云青年就返回了住所 他到永恒帝国这段时间 一直都住在尼菩萨的府上 云青年拿出传信誉时 联系魏经伦 经伦 我回来了 到我住所一趟 云青年回到住所没多久 魏经伦便急匆匆地赶来 公子 太好了 你 你终于回来了 魏经伦一脸激动地说道 杨阳登珠明 提前从上古战场归来后 便告诉了魏经伦等人 云青年被四个人黄境追杀 魏经伦这段时间 一直担心云青年的安危 甚至还打算 去上古战场找云青年 只不过被尼菩萨拦下了 经伦 你主修虽然是篡命之术 但武道的修为也不能呆滞 云青年看着魏经伦 陈寅道 篡命之术要享有高深的造诣 也离不开修为的辅助 我今日便祝你 踏入半步人皇 祝 祝我踏入半步人皇 魏经伦闻炎 整个人都愣住了 又惊又喜 一时间回不过神来 等他反应过来 云青年手中 已经出现一枚半步人皇的魔种 直接打入了魏经伦的体内 正常情况下 魏经伦是不能吸收魔种的能量 但因为魏经伦体内 有云青年种下的魔种 因此可以直接吸收云青年 打在他体内的魔种的能量 无需下跪 云青年见魏经伦 激动的想要跪下 不由阻止道 先坐下来 我辅助你练化这枚某种 云青年说着 一只手掌 打在了魏经伦的背上 能享受云青年这种服务的人 放眼珠天万界都找不到几个 云青年会这么帮魏经伦 是因为看到了魏经伦的忠诚 正常情况下 魏经伦想要完全练化这枚半步人皇的某种 没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根本不可能 但有云青年的帮助 一个下午的时间足矣 时间很快就走到了傍晚 尼菩萨的府邸 猛的出现一道冲天气息 第一时间 便惊动了整个府邸的人 这是半步人皇的气息 有人突破半步人皇了 哈哈哈哈 这是大好事 我们天窜学院 今天之后 又要添一尊半步人皇了 感受到这股气息的人 都忍不住激动起来 看气息传来的方向 好像是云公子的住处 莫非是云公子踏入半步人皇了 走 我们去看看 片刻后 有数百人 聚集到了云青年居住的院子外面 厢房里面 云青年已经发现了这些人 他说道 走吧 我们出去见见他们 云青年带着魏经伦 从厢房走出 来到了院子外面 云前辈 您 您突破半步人皇了 白泽也在人群中 他看到云青年后 立马就激动地跑过来 不是我 是金伦 云青年说道 魏经伦 他不是刚突破人王没多久吗 白泽不由震惊到 白泽可是知道 魏经伦是一两个月前 刚在云青年的帮助下真治人王 这才多久的时间 居然又突破到了半步人皇 是公子助我踏入半步人皇的 魏经伦说道 果然 白泽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魏经伦刚突破人王境 不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现在又踏入半步人皇 肯定是云青年的功劳 云 云前辈 您 您能不能助我踏入人皇境 鬼神使然 白泽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说完之后 白泽面色刷地变红 他意识到 这个要求过分了 云青年微微摇头 祝你踏入人皇境也不是不行 但现在的你 还不足以让我这么做 讲让白泽踏入人皇境 要耗费云青年一枚人皇境的某种 云青年现在 也不过才三枚人皇境某种 都是留着到时候自己用的 白泽跟他非亲非故 又不是他下属 自然不值得云青年耗费一枚某种 扑通 白泽突然跪在了云青年面前 云前辈 我白泽立世 从这一刻开始 将永生永世效忠于您 白泽此前 一直想拜云青年为师 而非成为他下属 毕竟对一个半步人皇来说 效忠于别人 多多少少有些难以接受 可看到魏金伦 效忠云青年后的蜕变 白泽心动了 且付诸行动 云青年看着白泽 只说了一句 想踏入人皇 看你今后的表现 云青年还有一句话 没告诉白泽 他之所以会同意 白泽成为他下属 是看在他这段时间的表现上 否则 区区半步人皇 想成为云青年的下属 完全是一想天开 原来是金伦踏入了半步人皇 半空中 传来了尼菩萨的声音 而后 他跟魔杀女 双双从半空落了下来 老师 为金伦微微行礼 多谢云道友 为我猎徒做的 尼菩萨笑着看向云青年 云道友 我已让人准备了晚宴 我们边走边聊吧 尼菩萨又说道 白泽 你也来 尼菩萨又看向白泽 对于魏金伦 白泽 都成为云青年的下属 尼菩萨不仅没有意见 反而抱着支持的态度 当下 一行人便不行去用餐的地方 途中 云青年发现 刚跟尼菩萨常聊过的魔杀女神色有些不对劲 第667章 戏道总决赛 云青年 不由奇怪 魔杀女的神色不对劲 似乎是有意给他看的 莫非 尼菩萨刚才 跟魔杀女说了什么 云青年心里嘀咕一声 云青年将神石放了出去 将魔杀女包裹起来 烟寒 你有什么想对我说吗 云青年神石传音道 末了 云青年又说道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 没人可以透过我的神石窥探 魔杀女有烟寒 一副预言又止的样子 最终 叹了一口气道 云帝 有些事 我不能对你说 毕竟 天心圣地对我有大恩 我能告诉您的 就是 让您小心尼菩萨 小心天心圣地 哦 云青年文言 闪过深思之色 魔杀女让他小心天心圣地 云青年没有疑惑 可让他连尼菩萨都小心 云青年就搞不懂了 因为云青年 从未在尼菩萨身上 感受过恶意 云青年也深信 如果尼菩萨对他有恶意 绝对瞒不过他的感知 再者 云青年跟尼菩萨的前世伏地 可是有着极其深厚的交情 云地 属下只是让您小心尼菩萨 这 这对您并没有坏处 磨杀女不由又说道 他是真的 有什么想跟云青年说 但又碍于苦衷 不能对云青年直言 好 我会小心 云青年点点头道 一行人 很快就来到了用餐的地方 其间 白泽异常拘谨 他已经宣示 效忠于云青年 现在跟云青年 同一个桌子用餐 让他拘谨 放不开 倒是味精伦 就随意多了 想吃什么 就加什么 想喝酒 就自顾天一杯 时不时地 还敬云青年酒 磨杀女没有拘谨 但也不随意 齐卷 尼菩萨说道 云道友 今日的事情 我已经让人善后完毕 明天的气道总决赛 你若遇到拓拔性的对手 务必要全力以赴 拓拔性 云青年心里闪过疑惑 而后便点了点头 放心 狮子搏兔异用权力 我从不轻视任何一个对手 云青年这句话 还真是实话 诸天万界 能让他郑重对待的人 不超过十指之数 但却并不代表 他就会轻视所有人 只能说 让他郑重对待的人很少 天心圣地的炼气大师 多半以拓拔为性 如果气到比赛中 出现拓拔性的参赛者 多半来自天心圣地 磨杀女优雅蒂放下筷子后说道 一夜时间 很快便过去 第二天早上 为金轮便来敲云青年的房门 公子 气到比赛 两个小时后开始 哐当一声 云青年推开房门 从里面走了出来 让云青年意外的是 白泽也在这里 白泽看到云青年的第一眼 就恭恭敬敬道 公子早上好 恩 云青年微微点头 心里则觉得好笑 白泽这个人 确实木认 想讨好自己 又不会拍马屁 只能用这么别角的方式 向他示好 云青年梳洗后 就跟魏金轮 白泽一块 不省网气到总决赛的地面走去 云青年漫不经心地走着 谁实则全部覆盖了出去 相比昨天 人黄数量又有所增加 云青年心里嘀咕一声 这才一个小时过去 他就发现了三十多道人黄的气息 对了金轮 杨阳跟朱铭呢 云青年突然问道 老师说杨阳跟朱铭 虽然踏入了半步人黄 但都境界不稳 所以安排他们闭关巩固境界了 魏金轮说道 什么 杨阳跟朱铭也踏入半步人黄了 白泽听到魏金轮话后 不由瞪大了眼睛 也难怪白泽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杨阳跟朱铭 可都是他的学生 人王静修为 你不知道 云青年看了白泽一眼 说道他们两个 都是我祝他们踏入半步人黄的 不过 也正如尼菩萨道友说的 他们的境界都还不稳 云青年在上古战场的时候 就往杨阳跟朱铭体内 各打入了一枚半步人黄的魔种 让他们双双从人王境巅峰 踏入半步人黄 白泽呼吸变重 如果说 云青年助为金轮踏入半步人黄 还有可能是巧合的话 那么让杨阳跟朱铭也都踏入半步人黄 那就不可能是巧合了 白泽心里不由庆幸 幸好昨天自己跪了 宣誓效忠云青年 飞行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 云青年三人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才到达 季道的参赛者 整体水平比单道参赛者高多了 云青年心里嘀咕了一声 除了天窜学院的参赛者 都是半步人黄修为 剩下的参赛者 最少也是人黄净修为 半步人黄也有好几个 身为主修气道的练气师 能有这种修为 已经很不容易了 恩 云青年的神识 很快就发现了一道怀有敌意的目光 人黄净 云青年看向对方 是一个气质低沉 年龄约莫八十多岁的老者 公子 他是萧气 人黄净修为 永恒帝国的王爷之一 白泽也发现了这个老者 不由告诫云青年道 昨日被公子斩杀的萧腾 是他的侄儿 云青年微微点头 脸上并没有担忧之色 不说他脸上戴的面具 能释放一道轰杀人黄的攻击 磨杀女柳燕寒 也在暗中保护他 我先过去参赛 你们这里看着就好 云青年看到 一道身影 落到赛场中央后 固有迈步走向了天窜学院参赛者的区域 云青年出场后 顿时引起了许多目光 你们快看 这 这个人 不就是昨日在单道比赛上 大显神威的红袍面具男吗 真的是他 他 他不是单道第一人吗 怎么又跑来参加气道总决赛了 天呐 别告诉我 他除了是单道第一人 连气道都有涉猎啊 人群发出难以置信的声音 云青年昨日 在单道总决赛上 给他们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 两枚玄天极上品 绝佳品质的人王班 紧接着 又一连轰杀了两个半部人皇 所有人都已经认定 红袍面具男是单五双修 且单道跟五道 都取得让人仰望的成就 如果现在 在涉猎阵道 第668章便费为宝 如果现在 在涉猎阵道 那就太吓人了 要知道 这就等于单 七五三修了 这样的怪物 就是放眼整个天心大陆 都是凤毛麟角 老夫邓胜 是这次百院大赛 祭道总决赛的裁判 祭道总决赛的裁判 先是自我介绍一下 而后目光扫过全场 见每个位置 都有一名练气师 无人缺席 当下就宣布到 比赛正式开始前 老夫先说一下比赛的规矩 这次练气时间 一共是八个小时 练气的材料由老夫提供 谁在八个小时内 借助老夫提供的材料 练制出来的法宝等级最高 谁就是这次 祈祷大比的第一名 当然 如果练制出来的 法宝的品级 质量都一样 那么就以法宝的 试面价格衡量胜负 邓胜的话 让不少参赛者都来了兴趣 邓胜身份不简单 放眼整个天心大陆 都是鼎鼎有名的练气师 他提供的练气材料 肯定不一般 还真是让人期待 不知道邓胜裁判 会提供什么材料给我们 哦 邓胜裁判提供的材料 不会是这些吧 参赛者们 还在窃窃私语的时候 邓胜便从空间戒指里面 取出了一百多 铺铁块 没错 就是铺 一铺两铺的铺 这一百多铺铁块 都有木桶粗 且都是石心 每一铺的重量都有上万斤 只是让人失望的是 这一百多铺铁块 每一铺都是最普通的铁块 赤俗铁匠 用来锻造菜刀 锄头用的铁块 邓裁判 这 这就是您给我们提供的炼器材料 有一个大胆的炼器师 忍不住出言问道 不错 裁判邓胜点点头 而后说道 真正顶尖的炼器师 是无论用什么材质 都能炼制出最好的法宝 可 可这只是普通的铁块 怎么可能炼制出法宝 那名大胆的炼器师 又说道 你炼制不出 是因为你水平不到家 不代表别人不可以 裁判邓胜不屑地偏了出言的炼器师一眼 而后 目光又扫过在场每一个参赛者 邓胜的目光 在好几个人身上 多都留了几秒 比如云青年 比如一个穿着破布麻衣 一个苦行者装扮的青年 比如双手都戴着金色手套 但却相貌平平的青年 你们认为 破铜烂铁能炼制出法宝吗 邓胜问道 尽管邓胜 已经将目光收回 但此前被邓胜 目光多加逗留的几个青年 都知道邓胜这习话是对他们说到 包括云青年在内 这五个青年都说了一句 能 很好 你们没让我失望 既然如此 比赛现在就开始 邓胜点点头 当即就宣布了比赛开始 啵啵啵 比赛才刚开始 四周便出现了无数火焰 绝大多数炼气失炼气 与绝大多数炼丹失炼丹差不多 都需要一个炉字 都需要火焰 不同的是 炼气的炉字叫气炉 炼丹的炉字叫丹炉 炼气的火焰叫气火 炼丹的火焰叫丹火 恩 这五人好奇怪 怎么还不生火炼气 此前被邓胜问话的五个青年 迟迟没动手炼制 有的 动也不动的看着这坨铁块 有的 虽然动了 但却是动手抚摸铁块 红炮面具男士最特殊的一个 他既没动手抚摸铁块 也没用目光打亮铁块 反而微微闭目 动也不动的站着 他们练气技艺 绝对不简单 用眼睛看铁块的人 是在观察铁块的线条分布 动手去摸铁块的人 则是在分析铁块的构造 不过红炮面具男 我就看不懂他在做什么了 围观的人里面 也有不少行家 一眼就看出了这几人在做什么 倒是云青年 又引起了不少注意 主要是 云青年给人们的感觉 太标心立意了 你说他不生活练气也就罢了 好呆也要做做样子 要么看看铁块的线条分布 要么摸一摸铁块的构造也行 闭目 站着不动 这是玩哪一出啊 转眼 十多分钟过去 这五人 除了云青年还是闭目站着不动 另外四人 都从空间戒指里面 取出了一把铁锤 这四人手中拿着的铁锤 上面都散发着一股威严 可以一眼就让人感觉到 是不俗的法宝 乖乖 都是玄天级的铁锤 有人认出了这些铁锤的等级 不由惊叹道 炼气师还真是负的流油 打铁的锤子都是玄天级 人们对炼气师的富有在一次有了深刻的认识 众所周知 炼丹师 炼气师 以及阵法大师 都是最有钱的职业 但外行人 对他们的有钱 还只停留在听说的层次 但还真没几个人亲眼见过 这些职业具体有多富 此时看到 这四人分别拿出四把玄天级的铁锤 内心的震撼可想而知了 枪 枪 枪 不约而同地 这四人都挥动了手中的玄天级铁锤 开始锤打各自面前的铁块 转眼 一个多小时过去 这四人面前的铁块 从原本的一米多高 木桶粗的体积 硬生生被压缩到了一半 裁判邓胜的目光 时不时就看向他们四人 眼中浮现着赞赏之色 云青年他也偶尔看一眼 只不过眼中有的不是赞赏 而是疑惑之色 莫非红袍面具男 只是在故梦玄虚 裁判邓胜心里敌咕一声 邓胜并不认识云青年 不过他到这里后 听到了周围人群对云青年的议论 一个单到第一 同时拥有斩杀半部人皇实力的年轻人 绝不可能简单 他既然会出现在这里 就说明他对气道 是真的有所涉猎 裁判 我炼制好了 就在这时 有一个炼气师说道 把你炼制的法宝城上来 邓胜说道 好的裁判 这个炼气师 当下就把他炼制的法宝拿了上来 吃一把长剑 剑身上还残存着高温 邓胜看到长剑后 眉宇变微微一皱 你就炼制了一柄人集中品的垃圾 第669章一个比一个强 也难怪邓胜 会将人集中品的长剑称为垃圾 在永恒帝国 稍微不错的酒楼 里面使用的菜刀 品级就不只是人集中品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什么学院 邓胜皱着眉宇说道 鸡鼎裁判 我叫张雄 来自东阳学院 这名炼气师说道 脸上的神色 则有些不悦 毕竟邓胜当众 说他炼制的法宝是垃圾 东阳学院张雄 炼制出人集中品的法宝 赞列 第一 邓胜当即便宣布道 说到第一二字的时候 微微咬了咬牙 没办法 谁叫张雄是第一个 炼出法宝的人 哪怕连人集都不是 他也必须说出第一二字 值得一提 人集 已经是品级最低的法宝 低于人集 就是平常的冰刃 不能冠上法宝二字 裁判 我也练好了 五分钟后 又有一个炼气师说道 而后 他不等邓胜开口 乖乖将法宝送到他面前 人集上品 虽然也是垃圾 但也能赞列第一 邓胜颇为不悦地说道 这也怪不了邓胜美好语气 以他的身份 来百院大赛气道的总决赛 当裁判便已经是屈孙了 现在还遇到 这种水平的参赛者 他不当场发飙 就算是很有修养了 往后的参赛者 炼制出来的法宝 品级上 几乎都有细微的进步 转眼 六个小时过去 此时的第一已经是地级上品的法宝 由盾甲学院的一名学员炼制 第二到第五也都是地级法宝 只不过品级都是地级中品跟下品 也都是由盾甲学院的学员炼制 天窜学院的参赛者 除了云青年外 其他人都练好了各自的法宝 但排名都在50以外 六个小时后 上百个参赛者 只剩下了九个人还没完成作品 其中 云青年还是动也不动地站着 与云青年一样 备受关注的另外四个参赛者 还在不断地锤打铁块 铁块从最早的一米鱼高 木桶粗的体积 经过六个小时的锤打后 体积缩减到了 原本的五分之一的程度 拨拨拨 这四人掌中几乎是同时浮现火焰 也几乎是同时 将锤打好的铁块 丢入了气炉里面 好戏终于上场了 围观的人群 全部来了兴趣 邓胜裁判提供的铁块 虽然都是普通铁块 但每一块都是实心的 他们四人 将铁块体积 锤打到 只剩下原本的五分之一 几乎驱除了所有杂志 也亏了 他们本身修为不凡 也仰仗了玄天级的铁锤 若换做其他人 根本做不到 将体积压缩到原本的五分之一 体积被压缩 杂志被驱除后 剩下的这些铁块 已经算是上层炼气材料了 人群交头接耳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放在了这四个炼气师身上 至于云青年 已经没几个人 再去注意他了 在他们看来 云青年根本就不会炼气 不过在这些人看来 这才正常 因为云青年在单道跟舞道上 已经双双取得不凡的成就 如果再会炼气 那才是不正常 转眼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 剑场 只剩下了五个人 就是最早 被邓圣问话的五个人 红袍面具男还没动手 看来他是真不会炼气了 不少人说到 嗯 两手戴着金色手套的炼气师 好像已经完成作品了 哐了一声 戴着金色手套 相貌平平的青年 赤手从气炉里面 取出了烧得通红的弯刀 水来 青年探手一抓 从真空出 抓来一条水龙 吃 哗哗哗 整条水龙 都淋在了烧得通红的弯刀上面 高温产生无数热气 一个呼吸都不到的时间 就覆盖了方圆百米 警裁判品鉴 戴着金色手套的青年 将弯刀甩出 直接扔给了裁判邓胜 天级上品 不错 真不错 邓胜满是赞叹 连说了两个不错 金杯手软灿 来自顿甲学院 戴着金色手套的青年自爆家门道 顿甲学院不愧是永恒帝国第一炼气学院 果然人才济济 邓胜又夸张了一声 而后 宣布到 顿甲学院的金杯手软灿 炼制出天级上品的法宝 乃是目前第一人 人群一片沸腾 顿甲学院也太牛逼了 前十里面 有八人都是顿甲学院的人 其中 还包揽了前六名 就在这时 又有一人说到 裁判 我的作品也完成了 这个青年说着 也赤手从班炉里面 抓出了烧得通红的长剑 他没用水也灭热 而是幻化出一阵飓风 硬生生将长剑上的高温吹散 温度恢复正常后 这个青年 便将长剑扔给了裁判邓胜 赵克斯 来自永恒圣院 这青年自曝家门 无限于接近小天级的天级上品 邓胜接触到长剑后 不由露出几分金龙道 永恒圣院不愧是皇室开设的学院 果然也是人才济济 邓胜当即就夸奖了一生 老夫现在宣布 永恒圣院的赵克斯 取代顿甲学院金杯手软灿 赞获第一 邓胜宣布道 永恒圣院居然也这么强 一出手就取到了顿甲学院的第一名 真不可思议 这个赵克斯 居然用一坨普通的铁块 炼制出了无限于接近小天级的法宝 人群一片惊叹 造成的轰动 超过了此前的金杯手软灿 金杯手软灿再强 在他们看来都是理所当然 毕竟软灿来自七道第一的顿甲学院 可赵克斯获得第一 就由不得他们不震惊了 毕竟永恒圣院在七道上 只算是二流学院 顿甲学院中如意 炼制出小天级夏品法宝 请裁判品鉴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青年说到 他不仅直接自报姓名 连代表的学院都自报了出来 话落之后 他便将一把半米长的短鉴 扔给了裁判邓胜 果然是小天级夏品 邓胜充满意外道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顿甲学院果然没让老夫失望 第670章颠覆练气师的三观 裁判邓胜大校 对顿甲学院的中如意赞不绝口 能用破铜烂铁 炼制出小天级夏品的法宝 你今后的成就 或许不在老夫之下 什么 邓胜对中如意的评价 居然高到这重地步 听到这些话的人 无不露出金融 要知道 邓胜可是放眼整个天心大陆 都是最顶尖的练气师 但他现在却说 中如意未来有可能超越他 我相信我会的 中如意微微点头 一脸自信的说道 果然自信 老夫更加看好你的未来了 邓胜又用无比满意的目光 看了中如意一眼道 老夫现在宣布 第一名由顿甲学院的中如意获得 此时距离气到总决赛结束 只剩下了40多分钟 在场只剩下了两个练气师 一个是红袍面具男 一个是穿着破布麻衣 一副苦行者穿着的青年 云青年几乎没什么人关注 在场所有目光 都聚集到了苦行者的青年身上 恩 不少人为宇一挑 苦行者的青年 气炉突然震动了起来 怎么回事 是因为气炉里面还关于这什么活物吗 有人疑惑道 也难怪 这人会这么说 气炉震动的样子 很像是气炉里面 有东西要挣脱出来 裁判邓胜 看到这一幕后 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他似乎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接惊呼一声 这怎么可能 邓胜的话 还没全部落下 苦行者青年的气炉 突然轰得一声炸开了 一柄半米长的弯刀 浮现空中 暴露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中 小天级上品 且无限于接近大天级 邓胜认出弯刀的品级后 用充满震惊的口吻说道 什么 苦行者青年 炼制出来小天级上品 人群也是一片难以置信 你叫什么名字 代表什么学院 邓胜当即问道 拓拔翼 代表永恒圣院 穿着颇不麻烦 苦行者穿着的青年说道 拓拔翼面对邓胜的姿态 是迄今为止 所有参赛者里面 最不亢不卑的一个 甚至隐隐帝 已经将自己与邓胜 摆在了同一个层次上 拓拔翼 邓胜听到这个名字 眼中猛地闪过凝重 你来自那个地方 邓胜的两只眼睛 紧紧地盯着苦行者青年 拓拔翼 不错 拓拔翼点点头 拓拔翼 一直闭目的 云青年 终于睁开了双眸 看向了苦行者青年 尼菩萨昨天 可是千叮万柱 交代过他 让他小心信拓拔的参赛者 老夫宣布 永恒圣院拓拔翼 获得这一届气到总决赛的冠军 慢着 云青年开口阻止 又不得他不阻止了 因为邓胜宣布的是最终结果 而非暂时第一 裁判 我还没动手呢 这么急做什么 云青年悠悠地说道 红袍面具男是故意砸场子吗 不说现在距离比赛结束 只剩下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不可能来得及练制出一件完整的法宝 就算时间充沛 红袍面具男 也不可能练制出 超过拓拔翼的法宝 人群一片虚声 几乎都认为 云青年是仗着修为故意砸场子 甚至连拓拔翼 都冷冷地看向云青年 直接说道 这坨材料 最多练制出小天际上品的法宝 哪怕是邓胜出手都不例外 拓拔翼说得不错 哪怕是老夫出手 也只能练制出小天际上品的法宝 邓胜点了点头 倒不是说 拓拔翼的练气水平 达到了跟邓胜相同的地步 而是这坨破铜烂铁 最多只能练制出小天际上品的法宝 这一点 邓胜已经实验过无数次 那是对你们而言 云青年说着 一只大手 猛地拍了出去 轰猛龙一声 他面前的铁块 挨了他一巴掌后 直接便便 大地 更是直接下沉五十多米 猛地 云青年又是一掌 拍向便便的铁块 轰猛龙 又是一声震耳欲龙的轰鸣声响起 云青年方圆二十余米内的大地再次下陷 已经握入地下一百多米 砰砰砰砰 云青年一连串的出手 每一次都是一掌 一时之间 整片天地 都充斥了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大地震动 硝烟滚滚 人群更是呆滞一片 他们都看出了 云青年想做什么 云青年在压缩铁块 驱除杂志 只是他们做梦都没想过的是 云青年不用工具 而是赤手空拳 用武力驱除杂志 别的不说 但这份武力 都能傲视群雄了 不过 红袍面具男的武力虽强 但他这么做 效果真会比铁锤淬炼来的强吗 人群议论纷纷的时候 裁判邓胜苦行者青年拓拔异 顿甲学院的钟如意 永恒圣院的赵克斯 顿甲学院的金杯手软灿 全部都升到了半空 看着陷入地底五千多米下方的云青年 他们眼中全都是金融 一副见鬼的模样 此时整个铁块 已经被云青年拍打的 只剩下成人拳头的大小 单单驱除杂志而言 云青年比他们所有人 都做的好几倍以上 他不打算用气炉炼器吗 金杯手软灿 有些发傻的说道 因为他看到 云青年直接抓着 只剩下拳头大小的铁块 直接用手掌催生的火焰焚烧了起来 滴答 如水滴落地的声音响起 也唯有邓胜这些人 才能隔招数千米的距离 听到地底下方传来的滴答声 那是铁块融化后 掉落地上的铁水声 落地的溶液 都是铁块里面的杂志 已经浓缩到 只剩下拳头大小的铁块 居然还能逼出杂志 邓胜有些难以置信道 拓拔义 钟如意 赵克斯 金杯手软灿 这些人都没说话 只是一连呆滞 神色涣散地看着这一幕 身为炼气师 且都是顶尖炼气师 他们在炼气意图的认知 在这一刻 被云青年颠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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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